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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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发现他出来的颜色 他喜欢AI把你弄得面很红润 好像发了走风 你穿着红衣就可以回顾 不要太红 反正我后面还要调色 调色不要太红 这些软件弄得很麻烦 我们讲得轻松一点 对话诚实 我写的是小铁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换了字体 这个是中瑶的小铁 不是 这个不是 中瑶 这个是赵孟虎的小铁 是 哦 是否看不到那么奇怪 因为他去背景 这个AI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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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detect 你的人 一不是人 他就把你忍了 嘿嘿嘿 好 好 开始 随便聊天 自由一点 哎呀 好 好 杨老师 我们从上一个话题呢 就延伸到下面 随便聊聊夸杨聊天 就是 又一次感受到这个 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派伊丽斯和麦克罗汉的精彩观点 地球村 是网络 把世界连成一体 好 好 我想了 聊一个话题 就是跟 创造力有关 关于这个 什么是创新 什么是创造力 因为 我们都从事这个 艺术的行业 就所谓 很有创造力 但是好像 上次我们讲到 这个抄袭 跟风的问题 这个就涉及到 这个社会 到底对于这个 创造力 是否很尊重的 这个问题上来 这个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那只是 只是还是说 啊 抄袭啊 这些是个案 还是说其实 特别 就是我们说明白一点 对对对 其实 并不是这么尊重 这种创造力 就好像说 很多 做设计的朋友 就知道了 那个 甲方经常 那个 指手画脚 给很多意见 因为我 我给了钱了 我是老大 是吧 他对于 就是 设计方的 这个个人的 这种想法 似乎 就没有那么 放在眼里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创造力和创新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两个暧昧的词 从艺术的通常的价值观呢 我们当然要鼓励创新 我们要倡导人的创造力 从一般情况下来来来 我们也会认为 人类的文明或者文化的发展 就是因为人的 创造力的激发的激发 但是什么叫创造力呢 什么叫创新呢 这个问题 如果是 这很冲向 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 比如说创新 一方面我们要鼓励创新 另外一方面 什么才是创新的标准呢 创新和继承的关系又如何呢 又如何的和 为这个抄袭化一个边界 有些领域啊 其实是很难讨论的 比如说建筑领域 大家难道不觉得 在建筑领域 我们很多时候很难讨论 严格意义上的 我们很难讨论 宽松意义上的抄袭 因为建筑就是一个类型 比如说 这个美国的第二任命总统 杰弗逊总统 大家应该还知道 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家 不是说他自己设计房子 是说他在美国 以自己的地位 推广了新古典主义建筑 所以才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白宫啊 国业大厦啊 这个议会啊 最高法院啊 以及美国 北美各地的 这个重要城市的 政治中心的那种 古典主义的风格 那你说这个究竟是抄袭呢 还是创新呢 是吧 因为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更复杂了 文艺复兴最著名的两个佛罗门沙的建筑大家 一个是布鲁雷来斯基 一个是阿贝蒂 如果我们对文艺复兴的这个建筑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发现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古希纳古罗马的建筑 尤其是古希纳的建筑 对于布鲁雷来斯基 对阿贝蒂来讲 他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建筑 甚至我们可以看成是对古希纳古罗马建筑的一种考证 寻找这些建筑的曾经的比例体量和风格 然后来建成自己的建筑 所以建筑是一个类型学的问题 而类型学就是一个基层的问题 那么在基层当中如何才能体现创新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或者说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 可能我们才能够讨论 比如说我们说美国的国会大厦 就是一个新布列区的建筑 但是如果广东人、攀鱼人 我们也知道攀鱼有个白宫 就是超级 是吧 这个远远一看穹顶也是那一套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政治中心 这娱乐中心、饮食中心、沙拉中心 中国人的智慧就是把人家非常正统的 从高含义的建筑直接搬过来 不过我们这也刚才是娱乐 那么你说攀鱼的白宫肯定是超级的 不过这个指责有没有意义呢 最精彩的就是攀鱼的一个房地产 叫做锦绣香江 对锦绣香江 你看到锦绣香江的入门口 巨大的标志 你们就惊讶的发现 他整个就是照抄维也纳 分离派克里姆特的那个分离派会馆 整个体量变了 体量完全变了 真的无语 结果那些潘鱼的如果有机会跑到维也纳 站在那个青年会馆 他们会惊讶的发现 这个怎么青年会馆 抄到我们锦绣香江的这个风格 他们怎么知道建筑史呢 典型抄袭嘛 所以这么样的一个相似就构成了这个 现在在国际上非常重要 这个指我想起的草匪 草匪屡次的一个作品 草匪就做这个啊 他做这个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区别 但是他非常强烈的把它做成一个艺术 是吧 但是好像也没有人在指责锦绣香江抄袭 是吧 就像我们不指责这个美国的国会大厦 在杰弗逊总统领导下抄袭能够做新国家主义 是吧 新国主义 当然这是建筑啊 设计也有这个问题啊 设计比如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地铁的那个标志 是吧 然后有机会再看看深圳地铁标志 你们很惊讶 今天谁抄谁了是吧 当然我们看历史 肯定是深圳抄香港 因为香港在前深圳在后是吧 两个标志一样了 当然了 深圳那个多了一个因素 搞得香港地铁有一段时间好像很很不高兴 你说你深圳抄我们了 但是深圳说我没抄你啊 我多了个东西 深圳一个著名的设计家陈少华 曾经公开撰文批评深圳市的这个做法太丢脸了 那是我们平面设计师和标志设计师于何地 那个简直是 所以呢 即使我们觉得广州地铁的标志好像没有那么有力量 但从这一点来讲 至少广州地铁的标志是自己独创的 是吧 对 不是超人家的是吧 那么这个怎么讨论呢 如果再讲这个抄袭和创新问题 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的几乎所有银行的标志就是圆圈了 其实都来源于中国银行的设计 中国银行的设计是谁 就是把中国的元宝变成一个重要标志 不过自从那个以后 因为中国银行的地位 结果我们发现中国的所有银行的标志 都是一个圆圈的中间的 搞个稻啊 农业银行呢 搞个工资啊 工厂银行呢 那你说抄袭的不抄袭呢 肯定都没有这个中国银行的标志那么得体和恰当 只有一个银行 可能是最高领导感到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让广州的另外一个设计师 设计的意向 那就是中国建行 中国建行也是个圆圈 不过呢 他就变成一个构成怀 他的设计者是广州当年 引进这个VI的著名的设计师 这个潘电伟先生 他的设计 那如果讲到这个再讲下去 讲到广州早年 其实我们的很多Logo很多商标直接就来自香港 我的同学在做广州公司直接就模仿香港了 而且他们说得很清楚 模仿了也是我呢 因为我模仿了由于技术手段不一样 所以我做出来还是跟人家不一样 还是跟人家不一样是吧 香港是不是也是模仿别人呢 但是Logo这个东西由于太大量了 我们有时候就说不清楚 一时一个风气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就把创新 就集中在艺术领域 因为我们总是相信一个神话 似乎这个神话也是合理的 就是艺术是独创的 那艺术家一定要独创风格 其实我们把艺术家能够独创风格的能力 也常常做了夸张的想象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呢 就出现了我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背影 一方面 风格是学来的 著名的美术史家公布里希一再强调 绘画要向绘画学习 接着